这个女人出道极巅峰,却迎战队恩师张艺谋,惨遭封杀,曝光不雅照,她是最惨谋女郎妮妮。 人生黑暗时刻,她遇到了冯绍峰。 在两人爱得炙热的三年里,冯绍峰帮她重建事业,还大方分享经纪人,为妮妮拉时尚资源。 据说妮妮当时的报价,这安娇了贝比的一半。 2018年,蒂夫妮的纽约晚宴,妮妮撑着蒂夫妮蓝伞,身穿酒红色吊带裙,让她变成雨夜中娇艳的红玫瑰。 2019年,高斯莫时尚美丽盛典,一席黑色镂空礼服的妮妮,清冷华贵。 2020微薄之夜,妮妮再次惊艳思作,闪钻黄裙搭配铜色手套,练用红唇衬的风情乱种。 凭借各种初宣look,妮妮被称为红毯定海神针,成功拿下枯起代言,密封翻盘。 但她并没有停止脚步,31岁那年,妮妮再次挑战自我,和成功搭档出演电视剧。 因闷气十足的性格深入人心,采访时撒个娇都被嫌弃。 两年后,又凭借流经岁月中霸道的红玫瑰朱索索一角,听名白玉兰最佳女主角,圈粉无助。 从高开低走的某女郎,到靠时尚资源成功逆袭,进军饮食圈,打磨眼镜。 明明一直在寻找适合自己的路,你无法用一个词定义明一,而她的每一次出场,总能惊艳到你。 缠码和人也得不到我。